99%的疆域是海洋 陆地面积占比不到1% 总面积还不到中国陆地面积的1% 作为整个亚洲最小的国家 马尔代夫究竟有多小 今天 球哥就带大家来聊一下这个话题 马尔代夫 全称马尔代夫共和国 是一个位于印度洋的群岛国家 由1190个岛屿 以及周围9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组成 其中约200个岛屿有人居住 陆地面积只有298平方公里 东西宽130公里 南北长820公里 距离中国西南端3500多公里 组成马尔代夫的众多岛屿大都是珊瑚岛 是经过亿万年珊瑚冲的不断努力 由珊瑚外骨骼堆积而成 而那些有人居住的岛屿 大多数面积只有一到两平方千米左右 所以在马尔代夫的各个岛屿上 环岛游行是再简单不过了 马尔代夫的首都是马类 是世界上最小的首都之一 面积只有1.5平方公里 非常的小 要知道北京首都机场 就有14.8平方公里 而让人惊讶的是 在这么小的土地上 生活有15万左右的人口 是马尔代夫总人口的36% 马类的街道很窄 当地人最常选用的交通工具 是摩托车 马类虽然人少地多 但却不怎么往高空发展 这里的楼房普遍都不高 一般以五六层为主 和一般的小县城差不多 一点都没有手足的牌面 而从2010年开始 或许是感觉到了土地狭小的限制 马类开始大规模地进行田子海造陆 如今已经与建在旁边的珊瑚 而岛的国际机场连接到了一起 总面积达到了6平方公里 当然依旧算不上宽广 不过虽然面积小 但这些年马尔代夫发展的还是不错的 身为亚洲最小的国家 马尔代夫发展的怎么样呢 12年前去到马尔代夫 给人的感觉可能是普通的海边小一村 但是到了现在 马尔代夫已经很有现代都市的模样了 事实上这其中的种种变化 和我们中国有很大的关系 马类许多类型的基建项目都有中国的参与 其中最出名的中国原建项目 则要数中马友谊大桥了 它是马尔代夫第一座现代化桥梁 线路全长2000米 桥梁长度1.39千米 连接马尔代夫马类岛 机场岛及葫芦马类岛 于2018年正式通车 教育上成人实质率达到98% 而且马尔代夫实行的是免费教育 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都不用自己付学费 只不过该国这一所大学 马尔代夫国立大学 因此很多学生读完高中后都选择辍学 很少有选择外国留学的 医疗上虽然由于各种方面的限制 缺少相对先进的设备和专业的医疗技术人员 但是马尔代夫已经实行了空废医疗制度 像感冒发烧等等小兵都不用自己花钱 而在经济上 马尔代夫最发达的产业是旅游业 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超过25% 而且还能继续提升 像马尔代夫这种热带海岛风光 对于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们具有很强的信力 马尔代夫已经135个岛屿开发成了旅游岛 每年都能接待上百位游客 还有不少明星也会选择来这里举情婚礼 那么马尔代夫有哪些值得一览的地方呢 马尔代夫有很多岛屿 其中最好的自然是首东马类 其市区环境安静美丽 脚下的路不是柏油路 而是荷兰专铺的路面 马类四面环海 不管从城市哪个角落出来 最后总能走到海边 马类因为城市很小 根本不用坐车 靠步行就可以走完岛内所有的景点 由于曾经长期被英国知名 这里的建筑也有一部分英国传统风格 距离马类机场约70公里的中央格兰德岛 就是一座非常受游客欢迎的小岛 可以一架全包 性价比很高 岛的附近还有世界顶级的潜水区域 地处马尔代夫南部的阿雅达岛 是马尔代夫最热门的奢华岛屿之一 这里有A级沙滩 沙滞细腻柔软 莉莉岛是一座有名的蜜月岛 岛上的酒店非常重视对蜜月旅行的服务 而其他一些无人居住的岛屿 一般来说都是对外出售的 只要有钱任何人都可以买 然后成为岛主 世界上不少一些富豪就是这么做的 他们买下岛屿后就盖上别墅豪宅 闲暇的时候就乘坐私人游船 带着全家来独家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麻烦各位看官有你发财的小手 给俺来个点赞 关注呗 咱们下期再见